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能够制造正能量的爱豆才是值得身份的好爱豆 姚姚在这里也要为薛之谦点个赞 这周末大家肯定都被一段男子北京地铁骂人的视频震惊了 知名网友薛之谦也发微博谴责该男子的行为 目前警方已将当事男子查获 案件正在审理中 不少网友为薛之谦点赞并调侃 我单知道你是网红 没想到你是这么正义的网红 世界和平在你嘴里还真不是说说而已 其实薛之谦一直属于十分敢言敢为的一人 14年就曾暴粗怒斥幼儿园常年给幼儿喂药 幼儿普遍出现药物反应的社会事件 还曾在街头帮助拾荒老太太搬废品 姨能静也曾转发控诉婴儿被打事件 事后还去安慰受害妈妈 表示会和这位妈妈一起照顾这个无辜的宝宝 桂圈正能量的代表 还有曾在乡村默默支教七八年的小江老师江一燕 走红之后出现为家乡羞禄的赵丽颖党 小八哥只想说一句 对于这样的爱豆如果犯请深犯 三生三世上周已经收官 不少小伙伴还入戏太深无法自拔 不是重新录剧刷花絮 就是每天到几位主演的微博观光 还有人在现实中遇到赵又廷 大烦夜华不要死 真的是赶天动地 小八哥今天就来一记狠招 帮大家快速解读 方法很简单 来看看姑姑姑父奉酒东华 还有离境的蜡像吧 四海八荒第一美女白浅上神 居然成了包子脸 做蜡像的人是串她到神雕侠侣了吗 姑父的造型也是一言难尽 还有这一脸圆润的东华帝君 感觉仙界的脸都被丢尽了 而我们的角色小凤酒 成了这副雌雕骗画风清奇的模样 最惨的还是离境 连嘴都歪了 说好的邪魅气质呢 能做到个儿顶个儿不像 也真心不容易 这哪里是三生三世 分明是了斋之一嘛 俗话说美不美一盆水 最近蔡少芬王欧唐一新王立坤等人 在某真人秀节目中被罚当场卸妆 小巴哥带大家近距离看一看 这几位以高颜值著称的女性中 谁的素颜最美 谁最令人惊讶 可以看出 年轻时就美貌出众的蔡少芬 皮肤状态依然出众 素颜的唐一新依然十分甜美 被称为素颜女神的王立坤 更是妆前妆后几乎无差别 可能变化最大的就是王欧了 素颜的她没了眼妆 有点壮脸霓虹结 但也还是颜值稳定 在想想那些因为被卸妆 去骂监考老师的依考新生 小巴哥想劝大家一句 不要过分依赖化妆PS 打好底子才能美得硬气 找准风格才能美得自信 你说呢 山无冷天地和才敢欲君爵 紫薇与尔康的这句爱情誓言 我们小时候每次放暑假 都要听上好几遍 不过日前有专家却说 穷妖阿姨这句话说错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后条军快带我们去补补课 开播19年火了19年的 环珠格格又又又被翻牌了 只是这次不是追忆童年 也不是更新表情包 而是紫薇说错了她的爱情宣言 山无冷天地和才敢欲君爵 那那那 就是这句缠绵匪策许多年 你浓我浓无数遍的缓注名言 日前 中国世词大会学术顾问 和命题组长李定广指出 穷妖奶奶小时候背错了诗 这句话的含义 也不是感动了我们好多年的 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 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手 听了教授一席话 网友们恍然大悟 终于知道为什么中学时 背诵股诗总是错了 都是环珠格格的读太深啊 据头条军了解 穷妖奶奶写错台词不是个例 这些年的爆款剧 几乎都在古文学上摔过跤 纵然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火遍四海八荒 也无法掩饰从小说 一路尴尬到电视剧的成语问题 作者唐七不仅写出了 婷婷玉立的房子 白白的白酒 和稀稀的丑舟这种句子 还用描写景色的趋近通幽 来形容情人词汇 这皇帝还真是多情啊 人真不甘心失去一生所爱 就在某夜醉酒之后 和那美人屈尽同幽 父父您想说的其实是安通款曲吧 此处也是real尴尬 就连堪称业界良心的狼牙网 也有那么一两处容易被忽略的语言bug 和苏哥哥一样口误过的小伙伴 赶快抱紧我 《芈月传》里的王公大臣们 各顶各文化直报表 张狗就能引经据点 不过乃们可是 吐生吐长的战国人呢 八分钟的朝堂辩论赛 竟然连续出现十六个后世成语 难道我看的是穿越剧 那这大殿上 保不准就会混进一些 徒有其表 衣冠楚楚之禽兽 我的天哪 一诺无辞 信息量好大呀 朝廷上下飞短流长 我的天哪 张仪 你为何出尔反尔 天哪这么神奇吗 眼下大秦开疆拓图 正值佣人之计 对了 我什么俩 怎么办 我抵制他们 张仪 你翘舌如黄颠倒黑白 我的天哪 你看看 气得我都坐不住了 大良造用心良苦 瘦脑啊 哎呀我天哪 张子也是担心结律 我都没有脸了 和芈月传一样乱了时间线的 还有楚汉传奇 里面不仅出现了三国才有的刮目相看 还把朱元璋的奉天承运皇帝赵约 提前了1500年 此外 还给秦朝孩子赌上了北宋的三字经 信相近 信相近 被网友吐槽最多的当属这一幕 你可是大秦的人哪 这里明明该喊造反 编剧大大还真是替天行道呢 电视剧里的文学错误 可能会误导一代的观众 不过这些充满古典情怀的古装剧 和他们的主题曲 带给我们更多的是美好的文化感受 这一点还是要肯定的 此外 今年还涌现出一批清流综艺 比如中国诗词大会 剑字如面朗读者 更加点燃了大众 对于古典诗词的学习热情 2017年流行大事是什么 多读书 读诗书 自然就不容易被带跑偏了 你说对不对 好了 下面咱们再把目光投向欧美娱乐圈 近日80岁的奥斯卡影后 简方达为女权发声 勇敢自爆亲身经历国的性伤害 引发了全球的震惊和反思 一起来听一听她的情愫 据外国媒体报道 近日80岁高龄的奥斯卡影后 简方达在跟布里拉尔森 一起接受采访时 自爆幼年时期曾被强奸虐待 而幼年时的他一直觉得 那是他自己的错 除此之外 简方达还回忆到 自己曾经因为不肯跟老板睡觉 而被解雇 近年来 简方达一直热情投身女性运动 而这次选择在三八妇女节前夕 首度公开自己的痛楚往事 也是为了推进女权运动 80岁高龄的影后阿姨 为女权运动始终坚持在一线 让我们一起为她点个赞 昨天 具有日本奥斯卡之称的 日本电影学院奖揭晓 安野秀明新作 新哥斯拉 成为当晚最大赢家 一共摘得包括 最佳影片 最佳导演在内的七项大奖 佐藤浩氏和公子李慧 分获最佳男女主角 颇受大家喜爱的 小清新动画电影 你的名字 拿下当晚最佳编剧 和年度话题电影大奖 欺负莫从昨晚凭借电影怒 拿下最佳男配奖 沐沐聪在该片中 饰演的是一位 喜欢男孩子的男孩子 一大波粉色的谜地正在袭来 谜妹们 这下可要好好守护 你们的老公了 我们走过这世上最长的路 一定是Running Man节目组的套路 在先后经历了狗哥下车 致小金中国背下车 致小金中国再上车 节目宣布改版 节目宣布不改版 节目考虑改变播出时间 节目宣布播出时间不变的 一系列节目组的 自我矛盾之后 SBS电视台终于停止了他的抓码 2017 散伙粉丝宝宝心里已经够苦 但是万万没想到 你们还是这样六粉的节目组 虽然播出日期 还是那个熟悉的周一 但现在不光没了周一情侣 连老粉的期待值 也被逐渐拉低 大家的心里 都被打上了一个巨大的问号 作为曾经的王牌综艺 Running Man到底还能不能 辉煌地走下去 下面又到了发福利的时间啦 这就来看看你们的爱豆 今天都在忙些什么 伴随着新一周的开始 投讯视频老公展 也拉开了剧目 两位脱口秀新秀 李大和池子 将在武汉理工大学 举办见面会 咱们节目的前线小伙伴 也第一时间到了现场 想知道这两位 现场又吐了哪些藏吗 记得关注之后的节目哟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 全部内容啦 欢迎大家留言 与我们互动 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新的一周已经开始啦 希望大家都能开开心心的 我们明天见 拜 优优独播剧目